依照我們現行法規的規定 取得特定人手機定位的資訊 他的法定程序是如何 可不可以請部長說明一下 手機定位這部分 我是不是可以請 請那個 我們那個房次長代位回答 可以 各位報告 按照我們現行通保法的規定 我們有調取票的規定 可以去調取相關的 所謂調取票的規定 是說你對於特定人 藉由他的手機訊號 到底在哪裡這件事情 是不是法官保留的事項 目前為止 除了緊急狀況或者特定犯罪 可以假怪處理 我接下來出現了一個 讓我沒有辦法理解的問題 為什麼 民主進步黨的高層 他可以取得 大規模的手機定位資訊 來進行家宇分析 請注意哦 這個不是單一的事件 單一的時間 單一的場所 去識別化以後啊 的商業分析資料 這個是涉及到 不同的時間 不同的地點 交叉分析使用者的個人資訊 在A時間 假地點 B時間 以地點 C時間 釘地點 這三群人 是不是同一群人 做這樣子的分析 要不要偵辦 這個就看檢察官的良心了 檢察官 職權上 知道有犯罪嫌疑的時候 要不要依法啟動調查 這個要事實主義認定 對嘛 這部分如果說有訴訟法245條 那個228條的一個形狀的話 那檢察官就會啟動調查 你認為這有沒有訴訟法228條的形狀 這個案我就不評論 好沒有關係 我今天公開檢舉 請檢察官 發揮法律人的良知良能 一定要徹底調查這件事啊 太離譜啦 這是國家監控嗎 這個是不肖的電信業者提供的資訊 還是有人在進行 國安檢查的時候 不法的外露這個資訊 稍等於社會